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本地新增3454起冠病确诊率 过去一天没有人因冠病失事 目前有246个冠病患者住院 16人需要输养 6人在加护病房 每周病例增减率为1.24 新增确诊率中3214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240起 目前本地累计病例190万761起